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陆迅杀了 张飞一下了 显然是要让他第二轮爆发 否则的话就属于自相残杀了 他第二轮1689是要用他的替身的 咦 这个孙侄这个操作够烧啊 大家都在贴手上 是吧 火攻完自己之后 主攻掉了血再给一桃子 直接一血变两血 同时烧死一个反贼 这波操作可以啊 不亏啊 不亏啊 不亏 好 这个熊玉变成裸奔状态 张飞也是裸奔状态 玩了个去 这两个顺手没地方用啊 我们只能气了 留一个顺手啊 这个九杀就不要往张飞身上打了啊 毕竟他是借张飞啊 你给他打只是多给他排而已啊 没有任何意义 好 他杀我们我们就一个伞就这么伞了吗 觉得没必要 第二个伞再伞 你看多好 你看这伞起来 留着伞春哥啊 不然还是不错的 上面就两张牌啊 第一个伞不伞 那个第二个杀 然后他再伞也可以 是吧 当然我们可能是怕他第二张有什么决斗这样的东西啊 好 另外这个女工果然觉醒之后是个内奸啊 没错 寻遇这个样子 他如果打我们反正我们喝一口酒是可以的 是吧 好 我们先喝酒 是吧 酒是个黑桃 或者是跟顺手现场都是黑桃三啊 然后在这一瞬就顺啊 这个通过剑银来了一个杀啊 虽然被兵 虽然断杀 但是我们有剑银神迹 该出杀的时候还是有杀的 又一个反贼倒下了 现在进入欢乐3v3啊 但这个欢乐3v3不是很公平啊 因为反贼方只要把我们主攻干掉就能赢了 是吧 所以说还是 所以我们是处在劣势啊 可能可以说处在劣势 好 我们剑银玩的虽然嗨啊 但是一没回复血线 二没有散九啊 抓在身上 好在有个八卦阵 能抵挡春哥一下啊 好 春哥断杀了 松了一口气 国家看样子要带领大家推春哥 那是可以的啊 推寻遇的家伙能解密 是吧 还不如把春哥推死 他反正已经这个样子了啊 好 那个孙奔这一刀下去死了呗 没死啊 孙奔自己变成凉血一个无敌状态啊 没人敢动状态 是吧 好 李宫已经囤了十二张牌了 你到时候别掏出一个联组搜全场 我们就麻烦了啊 好 我们这把够悲剧啊 不是冰就是乐啊 咱就没有一轮正常启动的啊 那在第五 第五轮我们又没得动了啊 好 这个蓝文怒青幸亏咱有个啥啊 当当孙奔可以觉醒啦 然后寻遇也只能白白的流失一点体力啦 是吧 我们春哥还是有负责物比较大的 有偶然他后面还有一个桃银结役啊 我那个去 好 这个桃银结役一放 像我们刚才亏了 早知道他那么东西咱不出杀了 说不定咱们忠诚有桃子呢 哦 不过别慌啊 别慌 这一样的啊 这个这个杀来了啊 这个桃子一救 哦哦哦哦 对对对 没用啊 这是春哥是吧 啊 杀我们不是没法处罚四伯的 让人都忘记了啊 好 国家一看这机会赶紧让孙奔觉醒 是吧 觉醒之后可以给我们补牌啊 摩二七一 虽然他不是主攻状态下的孙奔 但摩二七一辽胜于无辣 比如说这个无蟹可疑就非常的好啊 我们不是贝勒就是贝兵啊 希望这个无蟹能够烙门 在第六轮行动的时候摆脱这种悲剧的命运啊 啊 这里我们把伞放在牌子顶啊 他也是限制寻语的这个攻击力是吧 好 你看寻语果然来了个乐是吧 咱有无蟹不怕啊 这是孙奔的这个阴魂给我们的哎 但是无蟹完了之后换到藤甲可以啊 完全可以有是吧 藤甲对付春哥的神器啊 你看这这一蓝蛮 你看幸会咱换了一个藤甲下去了是吧 好 春哥想通过这个蓝蛮秒了国家啊 没有成功国家有一口酒在身啊 国家要杀水人可以杀寻语了吧 是吧 因为这次我寻语的绝命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啊 好 国家一看这个状态挂了一个闪电是吧 然后这个孙奔帮他把白银狮子给弄了 又甩了一个蓝蛮啊 我们真是这个藤甲让我们安慰泰山啊 好 这个卖寻语还能给我们几张牌吗 他留了一张可能想保命啊 留了个散子 散播酒之类的啊 给了一个加一把 这个我们啥牌都要啊 只要能够使用的牌 都有可能触发我们的连营 哎呦 孙奔这红刀桃子不吃啊 拽手上被李萌扒啊 真是让人痛心啊 让人可惜啊 好 循玉看样子不敢屈虎啊 他也没得去啊 只能去李萌 去了李萌又打不着我们是吧 好 我们虽然这个杀无效啊 但是可以触发剑营 还是摸了下牌子啊 可惜还是没什么乱用 哎呀 春哥又来个决斗 哦 原来孙奔不吃桃 因为他还有一个啊 两个桃都是红桃的桃子 是吧 那个吃一个留 留的那个就留不了了啊 还不如留两个红桃桃 这个李萌扒子的扒一个是吧 还有一个来给我们拿着啊 好 这个阴魂来了啊 我们来一个过河拆桥啊 这个闪电 咦 这个孙奔是动不了吗 这种悲剧啊 有有英姿的孙奔也会摆摆 好 这时候这个李萌开始看循玉 哎呦 要动了啊 他看了循玉的牌 是吧 循玉手上 这估计不是闪啊 这个火杀下去 循玉手上是个啥 是个9 那这样的话 春哥是要求两个桃 他给了循玉一个桃 把循玉先保住 是吧 然后自己要求两个桃 估计是求不出来 死了啊 郭佳也要求两个桃 估计也死了 孙奔要求两个桃 估计也死了 我来个去 这内奸屌了啊 估计诸葛连弩要亮出来了 是吧 又是一个铁手连环 咦 这个循玉无限 又被反无限 我那个去 你还有火杀 还有个雷杀 雷杀他打我们 那个救一个桃 咦 这个想法 他怕打循玉 然后救了这个 这个打循玉 之后循玉散了 是吧 就死不了了 他通过打我们来传导 然后让 但是这样一打 也让我们回到了两个血 同时我们这一个铜甲 那个让这个戒律雷 虽然有连弩 有一堆杀 却无可奈何 就差一张属性杀 我们就 当然是差 对 差一张 因为再打中的话 我们那个十北的副尊 我就体现出来了 结果他就是没有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经过 恩多伦的这个残血 医血 这个扫牌 乐不世主的状态 挂了这么多人 终于咱可以爆发了 是吧 现在这个吕蒙 十七八九是打不过我们了 我们这一刀下去 手上留个伞 也足够他瘦了 何况他自己 连十三九套都没有 是吧 好 这把我们赢的是 非常的艰难 这个居兽一般情况下 他的防御力比较高 那在当主攻的时候 这放眼望去 四个反贼出了三个克星 打了我们是异常艰难 是吧 还好两个忠神非常的给力 这个内奸 在最后受阻于我们的神腾甲 差一点 这个就被这个内奸赢了 是吧 好 主的角ID 托管神将二三三 选个居兽 要当托管神将的话 最好不要当主攻 感谢他的通告 第二场的主攻混选 随你 主流的还是非主流 第二排的潮人不错 结果我们选了一个极其主流的是吧 来一个孙权组 好久没放过孙权组 这一上来 还不错 这有人王盾有加一马 自恒找到伞 结果没找到伞 没找到伞也行 拿一下离婚禅 毕竟有他在 咱不留一大堆牌 不合适 不合适 好 马良开个蓝蛮 无限离婚禅 那显然是跳了一个反贼 然后把你反贼又为什么要开蓝蛮呢 先看样子 现在反贼对蓝蛮没那么多 持练 大不了一起开 我开完了之后 离婚禅再开 我也是没意见的 反正我腾甲已经挂上了 是吧 好 开吧 开吧 这个反贼方连放两个蓝蛮 当然离婚禅还不一定是反贼方 不好说 但他欺了一个雷莎 十九八九四个反贼了 好 这个街大桥看样子是要热人了 十九八九是要热我们 这嫂子总是跟我们有意见 不知道是为啥 咦 他没热 点了拓管直接过了 这个有意思 元树又跳了一个反 这反正已经出来三个了 火功不随 元树反正也是要耗牌的 咦 他要弃白云狮 这为什么把这个桃子也吃了 手上要留领牌 他要把白云狮留着 这不知道是为啥 这个曹瑞跳了一个忠诚 有这种补牌忠 还是很幸福的 好 这无限格机 咱有了个朱雀雨扇 这可以把这个马良给烧死 这个火功下来 马良还是没死 插了一下 给了我们这么多牌 我们又有火功 又有朱雀雨扇 又有九杀 可惜这个火功被 藏鸟给偷了 然后四个反贼就出来了 这个嫂子是我们这边的 还有一个哥哥 也是我们这边的 是吧 哥嫂秦生 这哥哥不是我们这边了 是个反贼 这把这个反贼有点多 真是有点多 是吧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哎呀他又是一个蓝蛮怒心 我们先烧死你再说 酒舍不得用吗 你还是用个酒 反贼方只有孙奔有三张牌 是吧 所以我们省一口酒 是有这个想法的 这 还是我们可以杀两次 我明白了 是吧 你不死我们再还有一个火杀 你是死定了 是吧 刚才那个酒就省下了 还不如来酒杀藏寮 这个蓝蛮怒心 一放这个灰拓 灰拓又判个蓝蛮呢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留一张 这个无蟹就行了 好 吊蚕被冰了 看他抢谁 直接气排过 是吧 他这个 他是个黑傻 好大乔来了 果然是我们的 扫子是我们这边的 这一刀下去 张辽也倒下了 张辽是内奸 我那个去 你内奸你 你激动啥 一上来就搞主攻了 是吧 又偷又火攻了 不知道是为啥 不过安定位了 这把不需要那些看样子是脸牙了 脸牙了 好 这个来猜 我们肯定是要无限的是吧 因为他有诸葛连弩 你不能不能让他猜了我们的人王盾 哎 结果人王盾还是被猜 这个哥哥果然极其不怀好意 是吧 好 咱万箭齐发啊 看看这个曹瑞 四十八九是要给我们挥拓一个 是吧 好给我们回来 一滴雪 好我们再一制衡 把酒也制衡了 当然制衡了也可以 是吧 反正方明显已经没有逃走 好 我们再一个 我刚才制衡酒 又忘记了 我们可以杀两次 是吧 还不如把酒也制衡多来一个杀 试一个杀 好 这一下子这个离魂禅 最后还能挣扎一下 把我们的忠诚曹瑞给干掉了 那我们还有两个血 然后这个大强能够乐住元素吗 应该能够乐住 千万不要添过 这添过我们还是有点危险 比元素动一动 地球都要抖三下 好 那现在这个元素 没有折得住啥来 是吧 估计我们就要赢了 元素一倒 翻面离工禅 灌十项的话就举白泪库 是吧 不十项的话 他们就掠死你 好 我们这把孙权祖不容易 在这种内奸 低而直接跳反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成功的 获得了胜利 也几乎是完胜 是吧 结果还是折了一个曹瑞 有点可惜 不管怎么说 反正是被我们给脸了 我们在有补牌中 曹瑞的致下 在马良做死的藤甲下 我们还是成功的成为了江东一代贤祖 是吧 好主主角叫水瑶妹妹 感谢她的投稿 好 看这一把五号位 主攻是邓爱 我们选一个要跟他能配合的 选了一个布置 跟他是有配合的 我们给他定判 给他摸一张 拆一个装备 他是可以囤田的是吧 反正他的一些武器 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因为他囤上田那是有武器的 是吧 有距离的 有长度的 好 这个邓爱上来甩了一个蓝木星 幸福我们有个杀 但这个蓝蛮被祖龙给解决了 是吧 他会不会接着甩 他就不明白了 这个点围啊 他也甩了一个蓝木星 是吧 我们上一场已经见过了 反贼甩蓝蛮 现在已经成为趋势了 这个上一轮 那个马良甩完之后 给林魂禅接着甩 这回点围作为一个反贼 明知道祖龙已经收了一个蓝蛮 还要给祖龙再送一个蓝蛮 是吧 待会这个祖龙还会继续甩 点围已经吹响了 速推主攻的号角 是吧 你如果是反贼的话 你就只管甩 不要考虑其他的啊 把祖龙给推下 你看这一杀 这一杀岗位 猎刃啊 这是建议猎刃的 你既然要速推 你既然还要甩两个蓝蛮 你还不敢猎刃 这实在是让人理解 不能是吧 你看这反贼蓝蛮甩的 这主攻甩一个是吧 点围甩一个 祖龙还要甩两个 这一上来四个蓝蛮就甩出去了 蔡夫人估计已经打死了 他点了个托管 他自然没人会就你啊 直接给祖龙送了三个牌是吧 祖龙再来一个蓝蛮 我们也差点死了 幸亏有酒有桃啊 徐优没死啊 这个杀这时候才出是吧 好喝一口酒 国家死了没 国家这么多牌 我就不信没有杀九桃啊 看看啊 应该是会掏出一口酒的国家 一直没有分牌啊 十有八九也是反贼是吧 这时候主攻屯田的机会 居然不分啊 好那这个祖龙火力完了没 杀也杀过了 蓝蛮也算啊 也也也扔了是吧 这一上来我们经受了四轮蓝蛮啊 四轮蓝蛮啊 哎呀这个猜这要干嘛 这这这这这你要干嘛 他又甩了一个蓝蛮啊 这肯定是反贼啊 这这他这四张牌甩完之后 全部给祖龙的是吧 这一我们还没动啊 五号位没动 已经五轮蓝蛮都出来了 是吧 当然这五轮蓝蛮只甩死了 蔡夫人啊 看看这个王姬死不死得了啊 王姬哎 王姬没死 主攻救了一下 你都成这熊样了 你还救王姬啊 当然这反贼已经出来了啊 王姬十九八九是忠诚 这个邓埃想着你反着熊游 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战斗了 但是熊游收了 点围还是可以了 哎 这点围不肯让熊游收啊 这是为什么 他可能不确定熊游的身份 啊另外了 我们这赶紧动一下 把熊游的这个八号阵给扒了 熊游直接选择掉血 这不知道为啥 看看反正方有没有桃子啊 他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把熊游收了是吧 那我们开始顺国家一下啊 那现在我们需要一个长度啊 没有长度只能杀国家啊 国家啊 杀不死 他又报到了九张牌啊 待会十一牌启动 那我们再把成家给扒了 结果换了一口酒 没有太大的作用 把这个酒留着吧 好了 国家这十一牌启动 很有可能会暴死我们啊 他直接火攻自己啊 国家啊 他不是反啊 我刚才这个 他一直不分主攻牌 因为他是内奸 我以为他不分主攻牌是反格的 结果是个内奸 他也懒得完了 所以火攻自己自杀了 这对五个蓝蛮 他没有这个 嗯 没有一点这个自信 我们都没死 你也没死 十一牌启动 为啥不动 就这样自杀了是吧 好 在五个蓝蛮甩完之后 我们祖宗方全部是一血啊 只有一个祖龙是四血 这种情况下你千万不觉得 不要觉得你占多大优势是吧 祖宗一直这个状态 祖龙有四血的话 迟早会把祖宗给推死的啊 还好祖宗就来了 啪啪啪 两桃子一下 回到三血 那我们就松一口气了 是吧 这一轮差点祖宗就被速推了 祖宗打的比较啊 他不知道发动猎人 是吧 我看到一直不发动猎人 不知道为啥 现在不发动还是说得过去的 但是刚才 要速推祖宗的时候 不发动猎人 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好 安定位了 我们刚才跟祖宗配合 祖宗也不会玩 选择把牌收回去 牌收回去 一 你这个不回血 是吧 你白石收回去掉一滴血 这个血线不变 二 你也不能囤田 你还不如让我们把你的白石子给拆了 好 这把是带娱乐性质的一个路下 作为祖宗方 眼睁睁的看着反贼开了四个篮盘 祖宗开了一个篮盘 第一轮五个篮盘就甩下去了 祖宗差点要完 祖宗差点要完 幸亏我方的桃子多 撑住了 没有让反贼得逞 但是反贼这里几个失误 一个是祖宗在这种速推情况下 他不列任祖宗 第二个点为该让巡游收的时候 他没有让巡游收 是吧 否则的话 我们邓爱的小面 还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好 同时这个内奸 他放弃的也有点莫名其妙 否则的话 他回首杀掉我们 应该是不在话下 不在话下 好 这个主子角 爱的叫行大爷 感谢他的投稿 好 这局又是一个主攻 这回是第一排还是第二排呢 难道又要选孙权刘备 这个曹操张角 这种主流的 哎呦 我们这回肯定是选第二排 第二排出现了一个神武将 是吧 我们选择了吕布 并且选择了蜀国的势力 这个蜀国的神吕布 看着怎么个发挥 我以为是要选群雄的 好 安立位了 我们选了蜀国的刘表 现在是要开心了 是吧 高兴了 刘表当然这有有个戒刀飞 刘表也无所谓 一般来说刘表 还有什么元素 最怕场上没有属下 好 春歌肯定是反贼了 也是来克制我们的 打我们 不让我们斩狂暴标记 然后就拼命的搞刘表 刘表打了一个三个省令号 这是可以的是吧 你别人出现这种情况下 你打一个省令号 给他一点心理压力 万一你一声不吭 别人可能就继续搞下去了 你稍微打倒省令号 卖个盟 别人就可能不搞了 是吧 好 这个一上来 除了春歌动了一下 没人没太多人动 这个张合又动了一下 把我们乐不似乎 拖了之后 把我们的给乐了 是吧 好了 这个香香是来跟我们睡觉的吗 拭目以待 他决斗 潮逼潮逼很有可能是来跟我们配合的 但是他就把我们给翻面了 那应该是一个反贼 这个是这个三猪中间 唯一还没有被加强的出拦 是吧 啪啪啪的对我们一顿猛搞 我们反正是又被翻面 又被乐 生无可恋 好 借张飞要持有放弧剑 春歌马上感觉到压力 点了一个无蟹 张飞 你看我干啥了 你就无蟹 我这个借刀不代表什么吧 你看是吧 张格也表示 这是什么鬼 另外说不定张飞是个反的话 就赚了 是吧 刘表继续自首 没什么动静 但是潮逼跟春歌 已经是把借张飞当为忠诚了 好的应该是场上四个反贼都出来了 那可能是这个原因是吧 十六八九的应该是这样了 我看看后面还会不会出现反转 好 你看这有反转吧 你看香香七杀 谁都不杀 果然是有反转的 是吧 好 这时候猪蓝开了一个五谷风灯 拿了一个顺手牵羊 看看反转会不会在猪蓝这里来到呢 没有 说了我们的继续杀张飞 是吧 我们乐天过了 开了一个无中生友 然后一个决斗朝香香打过去 决斗香香 这是为啥呢 觉得香香是奶妈 好 我们要让张飞出来 是吧 结果这个猪蓝还有一个法国线 张飞没得出来 但好在 但不管怎么说 他的这个限定技已经给放掉了 好 刘表呢 基本上是我们这边唯一的一个 跳出来的忠诚了 是吧 张飞从理论上说是忠 但是他目前没有机会跳 朱小香已经有跳反的意向 刚才这个对着张和和猪蓝气杀的行为 好 苏小香现在又反跳了一个钟 是吧 开始跟张飞结音了 好 我们来了个蓝弩路线 这是一个斩这个狂暴标记的好时机 这草皮是不敢翻我们的 好 咱们来了 苏小香他因为他有这个装备 是吧 所以说场上就他有四张牌 这个春歌肯定是有两张牌 你春歌香香感觉雪蓝也是来克制我们的 把刘表给干掉 没有成功 那刘表叉了一下又变成了一血加一马 但是手上却有五手牌 是吧 好了张和现在没得透啊 只能挪 他选择开一个五股风灯 叉叉叉叉 各自拿牌 我们拿了一个诸葛连弩 想为后面做准备 是吧 好 苏小香也动不了 他被翻面了 看朱兰开始顺苏小香 杀苏小香 他没有顺我们 是吧 他叉了一下子 苏小香死了 蹬一下 太棒了 苏小香是反贼 这里反转了 刘表也要死了 曹兵发财了 这朱兰杀了一个反一个中 那朱兰是个身份是有问题的 是吧 你看这他都打的比较诡异的 是吧 当然现在也没有问题 因为他可能觉得苏小香失踪 毕竟跟张飞是睡了一觉的 睡了一觉的 好 张飞这样的话能不能干掉春哥 没干掉 这个张飞表示你哪来着逃 好春哥开始搞这个朱兰了 他觉得朱兰是有问题了 挂上一个灌鼠 那这样的话朱兰很有可能是内奸了 那我们看看这个张和 跟曹兵里面如果没有累了 朱兰肯定是累了 哎呦 至于吗 张飞说你这个打的我也太疼了 好 我们就一个桃 这是为啥怕张和偷 是吧 把这个桃子给用出去 好 这个曹兵 一把打完凑 张和故意要偷我们这张 朱格连弩了 这个朱兰就应该是内奸了 是吧 好我们有七个暴露标记 那这个还是能够爽一发的 好 朱兰他没有直接杀 他选择用拆 然后就用顺 这是为啥呢 你直接砍一刀不行吗 他可能怕我们这个太 这个是收人收的太爽了 是吧 但我们没想到裸摸一个万剑齐发 那我们还是很爽 这万剑齐发 这一放朱兰正好被翻面了 这个曹兵这个套 他不能翻面 他只能翻朱兰 翻我们正好把我们翻过来 是吧 翻了朱兰给了他两张牌 他也得气 这把我们是捡了曹兵的便宜 好那只要给我们张文华一个无钱 这一杀是要两个闪的 是吧 你看果然这个火功没运中 这一杀要两个闪 没有的话 两个内下倒掉 然后我们再跟朱兰单挑 是吧 这个单挑我们翻面 你也翻面 你是死定了 你这个来了杀我们 我们有这么多血 你杀不死 我们一杀一个神分 绝对的是死了 没有任何悬炼了 是吧 好 这把我们神体部 还是非常打得非常惊险的 场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身份混乱 是吧 这个香香他不知道怎么办好 是吧 他上下两家都跳得反 这个朱兰打得比较诡异 这个那些 香香没办法 他为了回血线 跟张飞睡了一觉 彻底的让反贼方出现了 出了一个迷糊的状态 然后在这个迷糊的状态下 我们主要是靠神魔 这个朱兰他的状态 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收益 要不是我们那个神魔一个蓝蛮 取得六个暴露标记 再来一个神分的话 场上这个行事局势 不会如此的简化是吧 最后朱兰想偷我们的胜利成果 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草皮把它给翻了面 基本上已经无力跟我们 这个对抗了啊 好主角ID叫花谢花满楼 感谢他的投稿 好今天的录像部分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看看三国 好我们接着看这个焦州的事 是吧 上期已经说到啊 在248年啊 孙权快完蛋的那个时候 1511年的时候 这个焦州发发生了叛乱 据说还有个大兄妹子啊 被陆逊的一个主子录印给平定了 是吧 之后焦州又和平了啊 这个是快15年左右啊 一直到263年的时候又开始落腾了啊 263年那个时候 东吴的领导人 东吴的皇帝 就这位这个武锦帝孙修是吧 在他嗯 他这个当时也是属于末年了啊 孙修也是在也是很快就要死了的一个状态 是吧 那时候焦州啊 为啥又乱了你啊 据说因为孙修啊 这个武东吴对焦州压榨的太狠了 是吧 那个在这一年263年孙修去派人 那个去焦州跟他弄点珍奇动物过来 孔雀啊 大象吧 这些东西啊 结果呢 焦州人一看 这个这个这个来收动物人来了 他们非常害怕啊 因为刚前不久啊 当时的焦焦子那个太守啊 刚刚出那个把焦子郡的也 这千把人啊 那个手工业者给送到了武文这个孙修的国都建业去了 是吧 所以所以这次这个新来人本来只要点这孔雀和大象 这个动物啊 但是当地的人觉得 这是不像话啊 说不定又要来掠夺我们的这个 呃 技术啊 这个高科技人才的 所以干脆就造反了啊 当时的俊丽孙一个叫吕欣的一个人 就带领着当地的这个焦州的这个生命又造了反 是吧 好 大家可以发现了 凡是造反 一般来说 你那个造反那帮人有了话语权 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啊 肯定就是当地政府压榨他们压榨的太狠了啊 然后因为然后只要这个造反如果打的旷日持久啊 打的折腾的这个大家都很痛苦 那么这种声音就会呃 在史书上被记载下来啊 如果很快被评定了就不会这么写了 比如说之前那个大兄妹子的造反 他就没有就没有那个中方的记录 说是他是受了这个东吴的压迫而造反的 那只有越南方的那个自己凭老补去编去 是吧 但这个孙兴呂欣的这个这次造反 因为折腾的东吴极其的痛苦啊 所以他的这个这个话语权就出来了啊 肯定就是被东吴这个这个无良的政府 那个呃 那个这些贪官污吏压迫我们这个爱好和平的啊 小绵羊的这个越南焦州人民啊 所以我们不能啊是可冷孰不可冷那只能造反了是吧 我以前砍这个汉枪战争砍梁州的时候就说过啊 因为这个东汉跟枪组梁州的枪组打了好久好久啊 一直没人完全平地枪枪啊 所以说枪组那边的话语权就出来了是吧 这不是我们枪组老是要跟你们看这个东汉作对 实在是因为你们派去梁州那些太守啊赤子啊都泰国的东西是吧 这个这这这这种说法大家也都是知道的 还有一块地方啊蜀国 大家知道诸葛亮是平定了蓝蛮的啊 这我前面也提提到过这个史书上诸葛亮的传言说他平定了蓝蛮这个梦获对他臣服了 七情七重之后梦获臣服了蓝蛮就再也没出过乱子是吧 实际上诸葛亮一走蓝蛮就出乱子了蓝蛮也是一直在闹啊 只不过每次闹都会都很快就被平定了啊 所以类似的声音没有啊那个就是说这个受蜀汉官员压迫啊 我们不得不起来维护正义造反啊这种声音并不是很强烈 但是你也可以通过别人的传言传记中亏得啊这个一点端倪是吧 比如说这个李辉他的传记你就提到啊 他平定了蓝蛮的照版之后 他是把这个经常从蓝蛮那边征集这个财务啊粮草啊 来供这个北伐的军需的啊 这是在李辉的传记里提到过 还有在乔州的传记里啊也提到过是吧 在当时为卫国要灭了蜀国了啊 这个刘善有几个选择要么就是投降 要么就是跑啊这个转进是吧 就是我们说的转进到南中啊 这个孟霍当年那些云蓝的那些地盘继续跟朝卫对抗 当时乔州就说算了吧 你别别想着往南中那边转进了啊 南中那帮人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好感的啊 这段时间我们对他的统治对他们的统治吧 总是在这压榨他那他们的钱财啊粮草啊是吧 来依供我们这个国内的北伐呀或者本身的需要啊 他们恨我们都来不及啊 我们现在被打的被被这个卫国打的灰头土脸的要跑去投奔他们 那就是以这个羊目虎口啊 你你以为人家会会真把你当这个这个一名省武的皇帝供奉者 人家不趁机踹里一脚都不错了是吧 所以说通过这个李辉跟乔州的传记 我们也可以看出蜀汉在南中的统治也是类似的 也是跟这个东这个东吴在交州的统治也差不多了 大家想这是亲娘亲娘养的啊这个亲生的跟这个这个领养的那能一样吗 是吧这个这个对蜀汉来说啊对这个东吴来说其他的地方啊 比如说他的扬州的那些地盘啊才是他亲生的啊 这些那里面老百姓才是这个这个孙修亲生的老百姓是吧 如果这个朝廷需要银子啊需要打仗需要银子啊还是什么啊 唐光屋里太多需要银子啊你说你作为皇帝会先从哪边开始压榨啊肯定是先压榨后粮养的是吧 那怎么能这个压榨清清凉的那个那个去哄着那些后粮的呢是吧 所以说这个无论是东吴在交州的统治啊还是这个俗汉在南中的统治 那自然就是能对这些人压榨那就是尽情的压榨是吧 这个也也使得他们本身的亲生的那些老百姓啊 蜀郡的一些老百姓呢什么扬州的那些老百姓呢 可以少受一点这个盘剥啊尽量能盘剥能够往这些蛮族身上转嫁 那就会尽量转嫁啊转嫁这种转嫁的结果那肯定就是这个此起彼伏的造反啊 因为蜀汉这个南蛮还比较弱啊每次造反都会轻易被平定 但是交州的造反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啊 虽然28年那次被轻易平定了 但这次孙修这个263年的时候 这个吕鑫的这次造反就没那么容易了是吧 因为吕鑫成功的联系上了啊魏国是吧 魏国当时已经是司马家在司马昭掌权了啊 然后这个同年263年是什么年代呢 正是未灭蜀的时候是吧 这个邓爱宗会已经把蜀国给灭了啊 灭完之后呢 蜀国在南中的一个牛人叫霍毅啊 他投降也投降了 当时司马昭领先的魏国是吧 同时他也成为了这个这个蓝中啊 就是什么云南啊 永昌啊郡啊 那这边这边的那个这个扛把子啊 那个司马昭也是承认了他在蓝中的权力 基本上官职不变啊 只不过你呃 以前向蜀汉政府报道 现在向我们这个大卫政府报道就完了啊 然后霍毅马上就开始为魏国效力了是吧 焦州发生了叛乱 这个直接司马昭就让霍毅摇领焦州刺死啊 霍日毅就赶快派魏国的人去接管焦州啊 正好女星不是造反了吗 所以他们赶紧魏国趁机把手伸进了东吴的焦州啊 这是当时魏国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刚灭了蜀国啊 然后又接管了焦州的这个焦子郡啊 九征郡啊 日南郡啊 这三个郡 这时候这个趁着这次吕欣造反啊 被魏国给接收了啊 当然吕欣他造反他很快就被手下给杀死了是吧 但他的死并不代表着这次反叛的平定啊 因为霍毅啊 这个让这个在魏国的自治下往焦州插了一脚啊 现在的焦子太守啊 这个焦州赤死啊 都是魏国任命的人啊 但是孙修他已经快死了啊 所以他已经无力 那个对抗这种局面 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是吧 他把这个焦州给分割了一下啊 我说过这个焦州被孙全以前分焦州出来一个广州啊 后来又合成了焦州是吧 现在孙修又完了同样的事情 他把焦州这个南海郡 苍吾郡 高粮郡 跟这个玉林郡啊 这几个郡和分成了一个广州啊 为什么要这么分呢 因为这几个郡 动物的统治还比较好 没有跟着一起闹啊 其他什么 焦子 九征 日南 这三个在这个越南现在的北越南北部部分的几个郡闹了 孙修已经管不上了啊 也没有暂时无力管了 是吧 然后通下一年到二六四年孙修就死了 同时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这个当时的宰相蒲扬星啊 结果他刚死了 这个蒲扬星张布两个人就让他的儿子靠边站了啊 盈利了这个孙浩为新的皇帝啊 可见孙修这个皇帝也是够悲剧的啊 好 那孙浩在任的期间他有没有平定这次焦子的判断呢 我们下期接着看 很久不见了啊 好 中文字幕——YK